我們來到計算這個 一個Straight Line 它是Cut X-axis 和Y-axis 分別是A和B的亮點 這就來講我們一開始就是 Sketch圖出來 其實這幅圖是大約的 樣子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們又不需要一模一樣 就適合位的 讓大家有一個想法 假設這條線是這樣的 接著我們有條線叫L 它是5X-6Y加30等於0 題目所講 它在X-axis切了一下 有一個A點 在B-axis又切了一下 在Y-axis切了一個B點 我們知道如果是在X-axis切一點的時候 它Y的所有東西都是0 對了 我們這個就當它是A 在B切一點 凡是X-axis都是0 這個就是B A-axis切一點 我們先找到A-axis A-ax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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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譬如正副數那些,就讓自己知道那個位置在哪 因為坦白說,我們看著這條線,沒辦法是100%是圖圖正確的 有一個ID就OK了 B那邊 它就是0B 我們放進去,0 減6個B 加30就等於0 6個B就等於30 因為我們把6B調整個例子,順便反過180度 這個B其實就等於5 所以我們這裡的數字就是 0和5 我們再看下一個,下一個就說 我們要找一個Equation of Perpendicular Bisector L 就是說AB,這個C 我們就要Perpendicular Bisector 就是垂直評分線 垂直評分線 垂直評分線 這兩個就應該一樣長的 垂直評分,這個就是中間點 我們就叫做M M中間點先放去XY 中間點找的方法很簡單 AB這兩點雙加除2就可以了 所以X那邊就是0加負6除2 那就是等於負3的 Y那點呢 就是5加0除2 那就是5除2來的 那我們就有了中間這一點 那下一步來講,我們就要找一個Equation 我們就知道它是Perpendicular的 所以我們第一步 就要找回那個Slope of L 找完它之後呢 我們就用回 M1乘M2 Slope1乘Slope2 等於負1個公式 找回它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這個大L的公式 那個斜率是多少 那這裏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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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斜率呢 那就是用 那個 這裏的公式來找的 那就負A over B 那B其實是負6來的 那所以呢 StreetLine L 它的斜率就是5除6 對啦,那我們回來了 第一個是5除6 第二個呢 就是大L的Equation的斜率 那就負1啦 那我們找到呢 那個大L那個 其實就是負6除5的斜率 那我們找到負6除5呢 那之後呢 就很容易計啦 那它是 M啦 那呢 就是 等於 嗯 Sorry啦 那我們找到一個斜率是負6除5 那我們呢 之後呢 就是 用回它去 計算L斜率的公式啦 對啦 那個斜率是負6除5啦 那就等於 是Y 減 5除2 再X 減負3的 那這裏呢 我們把X減負3呢 就放在上面丟上去啦 對啦 那我們呢 就會變成負6 就是X加3 再等於呢 5 Y減5除2 那這裏呢 我們再計算下去呢 那就是負6個 X 減18 就等於呢 5個Y 減呢 25除2 那為了好計算一點呢 我們把整條色成大兩倍 因為不想有個份數在這裡啦 就變負12個X 減36 那這裏呢 就變成10個Y 再減25的 對啦 那之後呢 再來啦 那我們呢 就放在靚個位啦 那放在靚個位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就是 12個X啦 再加10個Y 對啦 那這個36 同 25啦 那負36 負25加36 其實就是11 所以呢 我們最後一條公式呢 就是這個啦 12個X 加10個Y 加11等元利 對啦